我们就是最后把那个做完之后,记得就是还有几个地方要注意,就是说程式录完之后,可能还是要加一些注解,有没有,那其实有没有加注解,就会其实差还蛮多的,原来是这样子,那注解的方式就是先把这个删掉,然后上面你就加1这个什么,单一号开头嘛,然后1这是做什么,游标放在B2嘛,然后再来就是2,再来就是3,一次类的, 可以推,其实这个前面讲过,注解方法,你可以参考云端的方法,所以我先拿这个来直接贴上好了,因为这个大家想都一样,有没有,1做什么,2,3,4这样子,另外的话,其实如果你做完之后,你会发现,其实最后一行好像多余的,因为为什么,因为那个效果,如果假设做下来之后,他会选取,其实如果你要把那个效果,选,有没有,他最后会把这个,你可以把这行拿掉的话,好像就会, 可以让那个程式比较,你按一下,哎,有没有,他就不选了,哎,不过选了,第一个,哎,小看啊,删掉,哦,为什么选,因为可能跟清除有关,那清除的话,一样哦,他的那个,录完的程式,一样我们可以,把那个,就是上面加上注解嘛,本来没有注解,对不对,哦,我们录完的程式,本来没有注解,那我可以怎么样,把清除部分, 加上注解,那注解的部分呢,至于要加什么文字,请各位自己,用你,你自己看得懂的文字打,你不要打得跟我一模一样哦,或者你不要直接拿来贴哦,哎,自己还打一下啦,主要是,让各位熟悉一下,这个地方怎么做的哦,啊,其实最后清掉,啊,不用选啦,所以最后其实那一行也可以不要, 那我们做完之后哦,就可以加上去,然后清除,哎,清除啊,那也会啊,OK,不过这个部分的话,应该不影响哦,那我们就完成了,录制剧集跟修改里面,特别重要,修改的方法,从这边点编辑就可以了,OK哦,然后修改一下,然后再来最后做什么,最后就是把完成的这个东西,请你帮我做插入枢纽分析表的动作, 那枢纽分析表,第一个他会选范围,啊,选错了,应该油标放里面就要,插入枢纽分析表,这个整个哦,OK,确定是不是选到整个,是按确定,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哦,我要的结果是什么呢,哎,上面有两个东西给我,第一个,帮我分析哪一个栏位,其中一个栏位是最常购买杂志的那个栏位,跟年龄之间的关系,哎,哪些年龄的人最喜欢买 什么样的杂志,哎,最常买什么杂志,那其实这边的话,当然我们可以,如果利用那个枢纽分析表就很方便,如果老板问你说,哦,这很简单,最常购买的,有没有那个栏位,哎,有,最常购买哪一种设计杂志,把它搬到主要的列, 然后呢,他买的次数,你再把它,再拖拉到值,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,你把它,把年龄拖拉到懒的地方,哎,统计出来了,有没有发现,哦,最常购买的,那最后如果说里面有资料是,是没有的哦,选项里面啊,哎,我习惯把选项,里面呢,若微空值了嘛,把它补一个零好了,这样感觉,因为里面空空的,不知道,应该没有就,空白应该是零啦, 按确定,好,里面就补零了,所以你会发现,里面哦,就可以看出哪一些这个,嗯,的,那另外的话,你当然可以排序一下,比如最后讲,讲过就是可以,资料里面做一个A到,Z到A,Z到A的话是由高到低,OK,那你会发现,如果排序完之后呢,排序的话很简单,就是游标放在这个位置,然后呢,按资料里面的排序,Z到A是由大 大到小,帮我排完了,那你可以看到,哎,这个里面哦,大家最常买的,应该是广告类的杂志,那哪些年龄层买最多呢,哦,看得出啊,哦,这个年龄层,有没有,马上就知道了,哦,啊,诸如此类的啊,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些,资料里面的那个,就是观察的话,那可以透过什么,书纽分析表, 啊,其他自己也许哦,可以再想一下,就是说呢,如果你想要调查性别,或者年收入职业等等啊,其实这边都可以自己再想一个那个,也许哦,请各位自己,这个是,这个报表,我想请各位就是自己做做看哦,啊,第一个,啊,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在,自己做一个变化题,变化题里面可以再去,比如说不是针对年龄, 而是针对性别,哦,比如说男生女生,哎,性别跟他购买的意向也没有差异,而且你可以再针对哦,哎,性别的人哪一些是会比较常买杂志,多久买一次,OK,而且你可以从自己再想一个这个类似的报表,啊,最后的话呢,就是把这个报表呢,再把它变成什么,变成图,因为如果这样看好像比较没有那么清楚,那我们可以怎么,再把它变成底下这个图, OK,有没有,各类的,然后,他的年龄层分布,那你可以看到高高低低的啊,比如说这个,哎,包装类的杂志,最多是年纪越大的,好像越会包装,有没有,看,看,感觉好像是哦,然后呢,这个呢,广告设计谁最多哦,这中间,因为可能比较是属于工作会用上的哦,那空间规划好像年纪小的,哎,比较多哦,OK,所以,由这种高高低低的反而,这个叫视觉化报表, 哎,现在最最流行的就是这种东西哦,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,以后如果你要做报表哦,你拿上面这个感觉不是那么清楚,下面这个感觉会比较,啊,怎么做哦,当然第一个,先把这个做完,第二个的话呢,一样按一下什么,分析里面的,枢纽分析图,OK,所以,也许,后面部分哦,第一个哦,请各位做一个这个报表,第二个的话,做一个枢纽分析图, 那图怎么做哦,请各位就是参考我那个云端上面那个画面,然后我们也许啦,我这边是用到一个所谓的,呃,直条图,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啦,什么折线图啦,圆柄图等等的哦,啊,这边的话呢,也许我们就先用那个直条图,直条图在哪里,在第一个吧,OK,直条图, 然后也有立体,也有平面,我们用第一个按确定,再来的话呢,把这个怎么样呢,放到,移动到哦,分析里面,把它怎么移动到一个另外工作表,因为你会发现它直接就放在这个上面盖住,一般的习惯是怎么样,不如你就把它移到旁边,可是移到旁边好像会变成这样,要移来切来切去,好像不方便,干脆怎么移动到另外一个工作表,那这个工作表呢,就选上面这个叫新的工作表, 也许叫什么,叫这个视觉化报表,也许或者叫什么,也许叫视觉化,OK,好,这样子,视觉化按确定,移过来,那其他的话呢,请各位,就是在把里面的其他的相关的资料,包含就是上面加一下什么,加一下这个,这个东西,它的报表名称, 跟它的图例,还有这个人数,底下再把它改一下,因为你做完之后,感觉好像不是很清楚,底下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些东西没有,那可是问题这些东西怎么让它出现,第一个,第二的话呢,有些东西有,可是位置不对,那怎么改,这个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,先试着把刚刚的这个, 这个叫报表,这个我们叫报表,所以一个是报表,报表就是做出来,帮我统计什么,那个最常购买哪些的设计类杂事,哪些年龄层,第二个把它变成视觉化报表, 那这个动作记得哦,从哪里呢,分析里面的枢纽分析图,OK,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,